週末一早北市快打戰 陳德市場湧現人潮施打BNT 其中還有人是來打第三劑 就超過六個月了 因為現在國外疫情還滿嚴重的 所以就比較擔心說 之後可能免疫力會下降 24號開放全民混打第三劑 接種人數也衝高到11.5萬人次 創22天以來單日新高 其中第三劑就有1.1萬人次施打 選莫德大的民眾超過87% 專家黃高斌建議第一到三類人員 最好三個月內第三劑覆蓋率 達百分之百才能延續防疫 第三劑累計只有9.4萬人接種 覆蓋率約百分之零點四 主委中心限制第三劑間隔五個月 才能施打 但其他國家早就縮短三劑間隔 像是新加坡間隔90天 英國 泰國 韓國 以色列 間隔三個月 法國最新官方也建議隔三個月 就能打第三劑 若間隔不變 要等到明年三月才是三劑接種最高峰 不只三劑施打人數太少 目前第二劑覆蓋率還未破6成7 專家認為必須衝到85%才能對抗Omicron 下週期即將面對春節返台旅客大量入境 但國內接種速度太慢 恐怕成為疫情隱憂 接下來台北綜合報導 ра遮在沙特 再公開 幾個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